麒麟9100來講的話 傳說是由中芯5奈米的一個晶片 來做一個打造 我美國如果祭出這些相關圍堵的一些政策來講的話 我都不一定能夠圍堵你華為或者是中國的企業 自己研發高階的一個晶片的一個製程 那遑論是我不圍堵 當然我們跟劉老師一起來討論就是說 其實教授我們在上半年就講過了 華為真的很厲害 越打它真的就越奮發向上 它的半導體技術你真的不容小覷 上半年我們提到的就是它的智慧型的旗艦手機 Mate60那時候推出還帶著它的業績持續往上攻高 現在又來了 Mate70馬上 據傳9月份會出來打的是蘋果 就是蘋果對打 那我們來看到它接下來這個Mate70能夠搭載 哪一些的相關系統 這個最新手機接下來可能採用的是中芯的5奈米 上次只是7奈米 再往前推進囉 5奈米要出來了嗎 不知道 看它接下來手機推出就知道 而且它的性能會超過高通驍龍這個八第二代 那科技報導怎麼說的 說這個Mate70 Mate70的這個智慧型手機會搭載新處理器是709、100之外 會由中芯的5奈米來打造出它的這個晶片 它就超過高通 再來它說中芯會用DUV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生子外光 而不是EUV來生產所謂的5奈米製程 因為現在大陸是用的是DUV嘛 雖然說高成本啦低量能 但是這樣的突破能夠讓華為縮小它的處理器性能的落差 劉老師你怎麼來做觀察 華為真的是越打越厲害嗎 對 基本上我會認為就是說 手機的推成初心或者是整個的一個升級來講的話 其實對手機的品牌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行銷的一個事件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我新手機 比如說2023的時候華為的Mate60 它就造成相當程度的一個風潮 那今年這個9月它就supposed應該是要公佈它的Mate70 那Mate70來說的話就手機品牌的一個邏輯 跟市場的一個觀察來講的話 都會不斷地推測你到底有什麼樣的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術 因為通常來講的話會有區隔前一代的一個亮點 好 剛剛士芬也有提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說今天它的一個處理器如果在升級來講的話 或是在功能上面去超過高通的整個驍龍8的第二代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有相當程度利於不敗之地 所以在這整個行銷或是網路的一個升量上面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拉升直接刺激銷量 那所以呢就手機品牌的一個Lunch新機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亮點絕對可以滿足這整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不然的話它在網路上面升量負評就會大於正評 那在行銷的一個拓銷力道上面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局限性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其實剛剛士芬已經有非常非常清楚提到 這次它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性能 新的一個處理器麒麟9100來講的話 傳說是由中芯5奈米的一個晶片來作為一個打造 那所以市場也有傳說相關的一些資訊 也就是說因為中芯它沒有辦法取得所謂的一個 極紫外光的一個圍影的一個設備 它所以用的是一個深紫外光的一個曝光的一個曝光器 藉由整個的一個多重圖形推進到5奈米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成本沒有辦法跟一般的一個量產 先進製程晶片的一個量產的一個邏輯去做比拼 那但就是說呢 從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脈絡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華為它的一個最新手機的一個處理器的一個升級換代 反而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幫助的 那所以從這些市場 它所釋出的相關資訊來看的話 其實外界對於這整個9月會Lunch出來的整個華為的Mate 其實來講的話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期待 這也就是說一般來講的話 手機的一個新產品 它要推出的一個過程中間 或許都會用所謂飢餓營銷飢餓行銷這樣的一種邏輯 我釋出相關一些資訊 讓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手機跟其他的一個競品 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區隔性 那你對它這個興趣就會滿滿 那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確實華為在美國不斷打壓的一個過程中間 還是體驗出了一個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脈絡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講回來 美國美國這個圍堵先進製程的一個晶片 包括它這個設備來講的話 不能夠輸往中國或中國的一個廠商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美國不得不然的一個作為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美國如果祭出這些相關圍堵的一些政策來講的話 我都不一定能夠圍堵你華為或是中國的企業 自己研發高階的一個晶片的一個製程 那遑論是我不圍堵 那我今天美國圍堵來講的話 對我美國有一個實際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我至少可以延緩你 中國這些相關高階晶片 追上了美國的一些時間的一個範圍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對美國當然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了 是 可是大陸市場你要說你真是又愛又恨 你真的不能放棄它 為什麼 這個老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艾斯莫爾執行長自己說的多關鍵呢 艾斯莫爾執行長這樣說 包括德國車廠在內 他說全球晶片買家你都需要大陸生產的傳統晶片 為什麼 因為西方國家的投資不夠 所以目前就連歐洲他自己一半的需求 他都沒有辦法買足 你需要他供應 再來你也需要這個買家的存在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說了 中國大陸今年投入晶片設備 會佔據全球32%的份額 這個會位居全球市場領先定位 沒有辦法動搖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 從艾斯莫爾執行長的談話 到國際半導體協會產業的預測 這在在都是顯示什麼意思 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有個認識 承認我們剛剛討論的半天 這個華為中心它也就是相當爭氣 但是沒有產業是不能取代 但是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你要由誰能取代 假如人家可以取代華為 老早就不會等五年了 立刻就要把華為禁掉了 所以它有它真正的不可替代性了 但是江山帶有財人出一代新人換舊人 我們要仔細想想看 當年Nokia多囂張啊 對不對 Kodak的多囂張啊 後來他不願意去做那個電子攝影 然後還維持在膠片 最後就被複射彩色 這個追過去了 NetScape當年是最好的瀏覽器 最後不也要消散的 全路這個當年在那個 就是傳真機上或者這個複雲機上 那多好 所以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我們證明了一件事情 進行政治力的介入 不足以完全扭曲 市場經濟要運行的規則 所以這個大家將本求利 你還是要靠市場的利潤來支持你 所以北京擴大這些產製的能量的 這個晶片設備的採購 並不代表它會放棄繼續研發 而且整個製程 成如剛才哲君所講的 這個就完全是自產權自主 自己的製程 自力更生 然後去掌握所有生產要素 不要去受制別人 然後讓整個工序的全部 所有環節能夠掌握在自己 然後其中包括原料 機具 技術 專利 資料 數據 環控 品管 對不對 總而言之 這個因為一直是被封殺 從這個兩旦一新的時代到現在 但是我想最重要一個關鍵 我們覺得觀察的這個視角 要從哪接入呢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展業 能不能帶動其他的業者搭配跟進 而且它有沒有能量建立 所謂的規格的話語權 這怎麼講來呢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都知道 華為提出鴻蒙 對不對 然後希望不要再仰了Android 大家市場要用 對 問題是有沒有很多的APP 全部都這樣跟進 有沒有人家都跟著去做 所以我們今天有看到 當年的蘋果跟DOS在那邊對打 後來Windows跟蘋果在那邊對打 所以這個現實是非常殘酷的 你假如不能領先 對不對 落後就是挨打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中國大陸 即使今天看那個獎 說今天32%它拼命在載購 現在是因為求得到你 Asmore不是傻瓜 對不對 總有一天它不求到我的話 不僅一腳把我踢開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必須仰賴這個收入 才能夠滋潤它繼續的研發 否則的話沒有新的資金的 就是說沒有去賣東西 沒有資金的輸入 它最後也會被淘汰掉 是 那劉老師你怎麼看 其實基本上真的 它到無難米很快 一年時間我們說過 它要成立研發中心 確實它就搞出來了 對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 就中美在整個先進製程晶片 一個攻守的邏輯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是首 美國的首飾的動作 就是藉由一些正... 好 這一節產業消息 我們來看到的是科技媒體 這一家是WC Craft的 科技的報導 說日經新聞報導指出 華為正在上海附近 投資建造一個新的研發中心 好 我們要特別來看到這個研發中心 它說目標呢 是希望能夠開發 能夠和艾斯摩爾 還有呢Canon加能 甚至是Nikon來共同競爭的一個 先進晶片製造的設備 好 根據了解呢 華為目前是已經投資的金額部分 達到了16.6億美元 這樣的一個金額 工廠的產線面積現在是224個足球場 甚至可以容納超過三萬五千名的員工 外傳華為也祭出了相當優渥的一個待遇 給吸引這些人才 我們來看到現在目前中興華為 都在開發說5奈米製程已經可以達成 但是現階段仍然無法取得 艾斯摩爾最新的EUV設備 還是需要依賴DUV 那這回華為為了尋求技術突破 我們剛看到豪雜了16.6億美元 職工半導體設備 可不可能是摸著石子過河 代表彎道超車的時機已經到了嗎 趙大使如何解讀 對 我想的確 現在華為可以說是在中國大陸 來講是一個國家隊 大概具有針對美國的半導體 或者晶片 對反中 防中 或是抗中的策略之中 大概大陸現在就靠華為 再跟美國再KP了 那麼所以呢 我覺得華為現在這兩年其實是 它過去 它從三年前被加拿大跟美國先後抵制 這個之後呢 現在這樣它的成就 是完全是突破 突飛猛進 這令人覺得很印象很深刻 所以呢 針對這個美國呢 尤其美國商務部啊 美國商務部有個單位叫做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就是所謂產業及安全局啊 它在去年10月跟前年10月先後兩度啊 就很嚴格的限制說 美國啊 這個任何產業 又S-Mall也是一個 荷蘭S-Mall 也不能夠對華為進行所謂的供給 其他的晶片 或者一些零件或設備等等之類 但是華為在目前這個情況之下 它必須要可以說把逆境轉回來 所以華為採取了很多措施 當然利用這個所謂中國也頒布的所謂的大基金嘛 我要各位知道 中國這個所謂的這個大基金是3440億人民幣啊 來支援這個華為 那麼華為在有一個國家的這個這個後盾資源之下 它開始自己也產生很多 它第一個它在那個所謂成立一個叫 叫Harbor Technology Investment 叫Harbor啊 投資基金 那麼這個基金主要是 它那個華為很聰明 它把各個供應商 大陸本身的 歐洲的 說是美國一些供應商人 所以它買了的科技過來 可以然後改變所謂華為 目前現有的這個原件的這個能力 做調整 不是在過去的系統 非要用美國的科技不可 它這個它開始走彎路 避過 而且它內部還做研究一些研發一些新的科技 能夠取代美國的科技條件 所以因此它從這個幾個步驟 step by step慢慢脫離的時候 非要仰賴美國科技的這個過去的這種做法 所以現在因此產生了很多效應 加上那個北極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想這是這個華為現在 尤其在這個 講到埃斯摩爾 事實上埃斯摩爾 它現在當然那個所謂的EUV跟DUV 就是所謂的那種光刻機 光刻機的程度不同 但EUV是比較高密度的 比較準 但是DUV的現在目前 埃斯摩爾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禁令 EUV不能提供給華為 可是華為目前只有暫時還靠過去的DUV 就是比較深度的那種光刻機的作用 可是埃斯摩爾在大陸 在美國禁令頒發之前 埃斯摩爾已經在大陸有了子公司 有分公司 所以埃斯摩爾在大陸已經有些過產品 也提供了一些科技給大陸方面 所以因此埃斯摩爾在大陸的公司 目前有些華為還配合他們 所以正好它是美國商務部管不到的 因此已經寄存了一個公司 它變成一個中國內部的一個公司 它因此會慢慢地合作 進行地開始跳脫美國這個禁止的困境 所以因此我覺得它是有可能 開始繞過這個走彎路方向迂迴方式 來突破目前的這個逆境 好 在先進半導體上面 要降低美國還有埃斯摩爾設備的機器的依賴 來自己做這種先進的設備 所以現在做研發 我們來看到它在目標上 在這個未來的目標上更是定的非常遠 就是要發展5.5G 好 注意囉 不是5G 是5.5G 我們特別來看到這位是華為的常務董事 他特別講到他是汪濤 在2024的MWC上海通信展上面說 5.5G的商用元年正式到來 包括5G的終端它已經都做好準備了 今年它預估會有30多款的手機客戶終端設備 全面來支持5.5G 那5.5G也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也就是5G Advance的意思 那是5G的增強版 網速的部分非常驚人 這比5G網路還要再快10倍 想想看以後未來這個網速可以到達多快 我們也來看一下去年這個整個華為的營收 全球銷售其實相當的亮眼 達到人民幣7000多億元 相當於新台幣3.2兆 這當中ICT的基礎設施業務就是很重要的獲利引擎 銷售額的部分達到3620億 這一次5.5G又能夠帶來更多的獲利保證嗎 夏偉哥 好 其實他們這次華為為什麼要推這個5.5G 也就是5G的Advanced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夠提高它的速度 而且其實最重要一點是幹嘛呢 提高速度之外 因為你現在這種網路時代大家都要快 對不對 我點個東西 結果Lag半天跑跑跑跑跑不動 你就對這個網路什麼T 什麼TMD的爛網路跑跑不動對不對 所以對這種網路提供商來說 像華為 它如果能夠把它的這個網速 從現在的5G再增高10倍 那就代表你使用者的這個使用量 就可以更大 而且相對來說 它這個整個包含這個網路的這個頻寬 也能夠更為增加 那其實它所能夠帶來的便利就變成說 你其實你的這個手機 或你這個透過手機去連結的這個智聯網 對不對 或互聯網 它的這個Net 它的這個網路的這個範圍可以更大 而且更快 那這其實就是今天華為 它之所以推5.5G的原因 不管就是說 你未來 你要透過包含這種什麼 手機控制無人機 或手機控制 買東西等等 各種的你想的到的想不到的 只要能夠透過這個網路 這個網速的這個增加 就能夠讓你的這個事情 能夠辦得更有效率 那同樣的 今天不僅僅是只有說你自己買東西而已 也就是如果說今天像比如說 公司跟公司之間的這個客戶的 這樣一個互聯 也能夠透過這樣那個網路的這個速度的增加 讓你這個資訊能夠更為交換 那這個速度更為加快 那當然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境內 透過這個5.5G 那也就是5.5G Advance的這個未來的這個建構呢 其實對於華為來講 我現在率先一步 先建立了這個所謂的5.5G的這樣一個網路 那未來等到我從5G跳到6G 因為你如果說你從5G一下跳到6G 不見得每一個公司的那個能量 也就是說研發部門 或者說相關的這個後勤部門 都能夠跟上 對 那這個時候我其實呢 用這個一步一步的 就是說非一步登天的這樣的方式 因為其實對於這種通訊技術來講 它的這個換代 有時候可能代表就是說 它的這個整個速度 或是相關的這個設備 要進步到非常快 那它現在就是利用現有的這個設備呢 能夠讓它的網速增加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也就讓它的客戶 對它的依賴度更增加 因為你幹嘛你的網路 網路速更快 那幹嘛我還要去找別人來去 那個做我的ISP 就是網路服務商 那當然就認定你華為啦 我什麼東西都吃你華為 那這個時候我的這個網路連接也越快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個從華為的角度來講 5.5G的開通 其實就未來 讓它在中國大陸境內 或甚至於現在跟它合作的國外廠商 對於下一代的這個6G來說 某種程度來講就是有點就是 癢這個客戶的這樣一個這個味道 就說我今天先給你5.5G了 你吃得很開心吃得很順 一試成主顧 那下次繼續用 對 好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說 6G也即將可以來做期待了 現在5.5G上來之後 馬上就可以到6G 我們先來看到5.5G 現在目前應用的範圍還有到哪些地方 裸眼3D XR還有雲手機等等 還有包括我們的這個家屬人 還有家裡物業行業等等 車業五大行業的這個連結之外 我們也會擔心的是 這一次接下來 會不會又遭到美國跟歐盟國家的制裁呢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啊 店長 我認為他一定會遭受到制裁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所有的網路的這個連結的速度 可以分不同的運用 它的需求都是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 你拿手機看YouTube影片 量很大對不對 那資料量很大 可是你前10分鐘的先傳給我 我在這看10分鐘的這個影片的過程中間 你再傳下個10分鐘來 基本上就滿足我了 我的那個需求性沒有那麼要計時的 要那麼的精準的那種速度 那接著好比說電話 問你市民明晚想吃什麼 等到5秒鐘牛排 那個整個感覺 所以電話的要求就高了 但是還有一項自動控制更高 還要傳輸一些差不多 GPS的信號 道路的什麼 那也很高 但是所有我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通通沒有一樣東西高 戰場 戰場是對所有要求速度最快的 因為舉個例子 所有的無人機出去AI控制 如果delay一下的話 那整個任務你可能都有問題的 而且還不能塞車 對對對 不能塞車 你不能說一堆的車 我叫一百架無人機在這 爆了 你那個頻寬爆了 就不行 它的戰場的要求是最大的 然後再加上如果說它不是本身的AI控制 它要透過陸機的話 那你過來 你想想看 我叫你去打那個目標 通知到你的時候你就飛過去了 戰場是所有通訊要求裡面最高的一個 所以它是跟安全有關的 所以這個東西 其他隊友講 如果說華為是首屈一指 第一個跨境6G 第一個會運用在的就是戰場 無人機的控制 AI控制 所以他們會不會請全力去打它 這已經不是一個商業上的行為 而是一個你在戰場上 完全能夠獨霸 我們的這個武力是最強大的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靠計時控制 所以也不會塞車 也能夠力去 能夠讓戰場指揮官 立刻看到現場的那個狀況 視覺信號過來 那個差異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美國政府最關切的事情就是商務部 商務部他剛講說 他有一個叫什麼 就是產業集安全局 那個Romano就是商務部長 他現在是所謂美國政府裡面的 所謂的反中的鷹派的代表之一了 他不像葉倫 葉倫是比較鴿派 所以美國人 中國大陸很喜歡葉倫 不喜歡Romano 兩個都是女強人 那Romano這個商務部的人就有這個 產業集安全局 那不是產業安全 不是產業 就是business industry and security 這個bureau這個局 他就為了對華為 特別採取很多的這個 連續的去年的這個10月17號 跟前年的10月17號 先後發出禁令 就是關心華為 他的科技已經上升到 已經upgrade到一個戰場 對美國的這個戰爭的這個 決勝的這個關鍵的這個時刻 所以他因此採取一些強制的措施這樣 謝謝 謝謝 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 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 歡迎嘉賓蔡雲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委 蔡政元委員 思敏好 大家好 淡江戰略所教授兼所長李大中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好還有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莊伯仲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的是產業消息 在7月4號這一天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世界人工智慧大會 即人工智慧全球治理高級別的這場會議呢 在上海是開始世博中心這邊正式的開幕展開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國務院的總理李強怎麼說 他特別提出了要推動普惠發展 還有呢他說要來填補智能鴻溝的發展原則 李強也特別提到說人工智慧啊是為了人類的共同財富 必須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建設 讓更多的國家都能夠共享人工智慧的發展成果 注意了他是講共享這兩個字 等一下我們會來特別的關心 而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的是巴西的部分 巴西級的金磚國家新開發的銀行行長呢 他是羅塞福 則是在李強後他就致辭了 他說我們現在南方國家缺乏的資訊基礎設施 和必要的技術去支持人工智慧的發展 因此呢是必須要特別來依賴這些 已開發經濟體的人工智慧技術的 我們看到剛剛特別強調 不是說這共享兩個字特別的關注到 還有他強調李強說的普惠等等 都是大陸AI發展的主軸 但是我們也知道另外一頭 美國近期強調的是在AI方面 要做一個高度的監管審查等等 形成強烈的對比 現在要來看中方在創造一個沒有輸家的AI世代 是否有機會行錯一個全然不同的發展路線呢 大中老師怎麼看 對 第一個是這一次在上海所舉辦的 這個世界人工智慧大會 已經是連續第七屆 第一屆是在2018年舉辦 那這次的規模當然很大 大概有500個廠商 而且中國大陸內部的跟國外的廠商 大概有各自各辦 那裡面重點大概是包括像是大數據 大算力 人型機器人 還有我們大家很關切的一般人 比較重視的自動駕駛 那它大概有四個部分 包括所謂的這個論壇 展覽還有競賽還有民眾比較在意的 可能是新生的體驗這四塊 那大家都很關注嘛 因為AI其實現在是兵家必爭之地 老實說 因為所有不管是台灣全世界各地都在談AI 是個綜合國力前沿的最重要的象徵 所以大家就會很好奇 就是李強這次的講話 它基本上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深化創新合作跟交流 它裡面講的地方是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優勢 有的國家可能在科技在創新 有的國家可能在數據大數據 有的國家是在人才或教育 所以應該是節償補短 互相合作 這其實是無可厚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它講的是推動普惠的發展 填補AI的這個落差 如果是講白花文就是說 因為在AI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每個國家的發展其實 差別非常的大 稱之不齊 因為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或是低度發展中國家 其實AI變成它一個 再一次落後的這個領域 所以李強用的字眼是 離線狀態 其實就是我們來講 就是沙漠狀況 因為以前可能大家提的地方 是什麼 經貿啦 基礎設施啦 投資啦 或是氣候變遷其他領域裡面 這些國家 反正就是已經屬於落後 需要大家關心的這個局面 那現在這更 在新的領域裡面 其實李強講的地方是 應該讓更多的國家 能夠享受到 AI的發展成果 而不是因為有新的領域之後 它成為 這些國家反而成為 再度落後的一個荒漠地帶 其實這項其他領域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而且這也是聯合國 我覺得也是 這一屆的聯合國裡面 非常關注的重點 第三個是 我覺得是 真正關鍵在這邊 就是名義上我們可以講 這叫做全球治理 國際合作 那其實裡面牽涉到的就是 共同的法規 規範跟制定 對 這個就是目前來說的 並家制定 因為AI的發展 我覺得是機遇跟挑戰並成 不是只有好 那很多地方 譬如說要如何監管 要 譬如說如何處理 身衛 隱私保護 數據的安全 智慧才安全 這個現在就 已經是包括學術界 還有 歸倫理道德的問題 那這些地方 其實 美中之間我覺得現在是 既競爭又合作 怎麼說 因為五月份的時候 美中 雙方才在日內瓦開了 第一屆的政府間會議 處理AI 這個是在去年的 舊金山峰會裡面的共識 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很多的議題要討論 能不能形成一個 全世界都能夠公認的 規範跟制度 其實這裡面 我覺得美中之間 未必完全相同 就像剛才主持人所說 裡面提到 而且這種不相同 我們完全不陌生 因為前幾年在講 網路世界的時候 也是 什麼定義網路主權 中國大陸有自己的看法 美國的看法 也有點像是太空 領域的進出都是 所以在目前來說 AI 我覺得現在真正關鍵是 全球治理跟國際合作 重點就是全球的法規 如何制定 聽誰的 如何達成共識 聯合國一定是這個場域 但在聯合國場域之外 美國 中國大陸 還有歐盟 還有其他比較先進的國家 應該有個共識 但是這是一個 充滿崎嶇的過程 需要討論 中國大陸的想法 剛剛特別提到 美國可能有美國的想法 他認為屬於 比較部分領先 可能對其他的國家 會採取一些比較 更加強調規範 所以我們值得有待觀察 好 美中都想要成為 AI的一個先行者 剛剛特別提到 大家也都在想要 制定一個法規 給其他的國家 未來都可以做一個 共同制定的參考 這一次的這個年會 這個大會 我們也知道說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說 參展規模 企業術等等 都是創新高 非常非常多的廠商到場 創歷史新高 會上去教有哪些東西 我們帶大家稍微來看一下 這當中包括大語言模型 算力機器人 自動駕駛 在現場 總共展示了百款的大語言模型 其中50款都是新品 知名的廠商也包括了 百度阿里巴巴 騰訊 華為 商湯科技 中國移動 中國電信 還有中國聯通三大營運商都在場 我們要來看為什麼 中方能夠在短短時間內 展現出在AI領域的高度應用 如何讓美方對AI晶片的制裁 是在做白工 委員怎麼解讀 對於中國在AI上面的努力 有三大特點 第一個 部署的早 它其實起步的時間 並沒有落後美國 所以你看看當時的華為 中國移動 他們講的時候 我們開始部署的時間 都幾乎跟Microsoft 跟其他的Amazon Google Apple 時間並沒有差距太大 都是相互在兩三年中間就開始部署了 大概在2010年前前後後後的時候部署 第二個特色 樣式多 就是說 你大語言模型也好 你算力機器人也好 每一個種類的樣式 可以說百花齊放 樣式多 很多的競爭的生存機率就會比較高 第三個規模大 是每一家公司都用龐大的研發經費 這種大規模企業的運作去經營 所以它很自然的就會遍地開發 所以它佔有這個應用化成果的三大優勢 可是這些 原模型、算力、機器人也好、自動駕駛 是有很多的比較高算力的晶片來支撐著 早期中國進口這些晶片問題不大 美國發現情況不對 就開始禁止了 開始的禁止現在是中國在晶片方面 要努力去突破的地方 突破的地方 不管是原來的CPU突破 大概比較不困難 GPU方面要把它形成更好的AI晶片 當然美國目前是跟中國來相較的話 是有一點距離 就是比中國還快了一點點 可是快了一點點 不是美國每一家公司都快 就僅僅有一家公司快 就是NVIDIA快 NVIDIA 就是輝達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看 我來舉個例子 這個OpenAI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因為現在被認為所有的模型裡面 最成功的是OpenAI公司的Chair GPT 這一款目前是比其他稍微前進一些 大家都也是開始趕上去了 那它是用誰的晶片設計出來的 它當時是發包給NVIDIA設計出來的 結果我們就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這個 Microsoft公司的股票當然是因此而漲 可是更經典的是什麼 當時OpenAI模型剛剛發表的時候 以今天的回算的價格 NVIDIA當時的股票 一股才11塊錢美金 注意到11塊錢美金 昨天多少128塊美金 等於漲了10倍以上 同樣的時間啊 Intel不漲 Intel那個時間28塊 昨天30塊 Intel這時間沒漲 Samsung沒有漲 Samsung是用韓環算的話 當時大概是差不多在800 現在不過是1000 這個差距都不大 然後AMD漲三倍 所以也不算多 那有人說我們台積電也跟著漲 因為NVIDIA發包給台積電 那台積電漲兩倍 500塊漲到1000塊 漲得還不多 有人講說台積電 我說台積電還輸給民進黨的黨營事業 雲爆能源 雲爆能源漲更多 漲得快四倍 那為什麼股票來形容給大家 就是因為他們只有一家領先 不是一整個國家領先 美國不是整個國家贏中國 是一家企業贏了中國最領先的企業 了解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未來 在晶片上努力 華為已經在做晶片設計的追趕 然後這個中芯國際在半導體製程上的追趕 晶片設計中國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先講純就晶片設計已經沒有問題 卡就卡在這個製造這個過程 那也因此 這個美國政府要趁這個機會 明明中國已經快趕上去了 就故意設下一個障礙 讓你不能夠貼身超過 目前是在這個狀況 但我認為 最可靠的說法就是黃仁勳 黃仁勳講法說 你不讓我賣給中國 三五年他都趕上來了 這是權威之言 他自己都擔心了 他自己都擔心 還有呢 更擔心的是誰 艾斯摩爾 他現在動不動 賣一台光刻機 這個旗艦型 要到達4億美金到3億美金左右 那如果中國做得出來的話 就搞不好變成面粉價 所以艾斯摩爾也覺得說 能不能給他更多機會賣給中國 但是中國可以爭取時間 提早來發展這個AI 可是美國政府偏要卡著 我認為卡是卡著三五年 但是我覺得美國政府這種卡 美國自己付出的成本大 而且最後結果會做白工 因為中國已經拼命去突破 就像太空計畫一樣 突破了以後就是面粉價 到時候艾斯摩爾 一台光刻機本來賣3億 搞不好1億就差不多了 就擺平了 那中國就擅長物聯架美 至於這個NVIDIA的晶片 現在已經很夯很貴 這個價格頻頻上漲 那中國如果其他的這個華為的晶片 如果速度再趕上來一點的話 那我想這個NVIDIA的晶片價格會滑落 好要發展這個高階的AI 剛剛委員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要需要這些比較高階的晶片 華為跟中芯國際現在都正在努力當中 不過呢在發展到這些應用面之前 其實都是要靠這些基礎理論 基礎科學才撐起來的 所以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的是 這一位是華為的總裁任正非 一行人他們先前呢訪問了四川大學 那任正非他特別提到 我們畫面上來看到 他說華為他雖然是一家科技公司 但是他的基礎研究目前只有在應用領域 有一些的探索 大量的預研究 特別是在基礎理論 是與全球及百所大學合作 要來彌補自身的不足 再來我們來看到一個數據 是來自於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做了一個從2014到2023年之間的統計說 大陸總共提交了38000項 稱成是AI的相關的發明 但是同時間美國是6200多項 所以現在目前大陸還是居全球之冠的 我們來看到的是華為訴求在院校合作 那剛剛專利也看到了數據上確實是比較多 中方在AI的研究能量上到底有什麼樣的特徵 我們來看看整體的脈絡 接下來會跟美國在AI領域有可能併駕齊驅嗎 老師怎麼看 華為老總任正非到四川大學開獎 訴求要院校合作為了未來發展 要公司跟大學合作 這是模仿美國的勞碌 那我們知道美國目前在軍事科技還有經濟 甚至影視娛樂還有就形容化都是世界第一 背後是有個高等教育在支撐 也就是說美國的很多第一 背後都有一個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系統在支撐 那像國人熟知的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 甚至史丹福大學 普林斯坦大學 還有各州的像密西根大學 NR分校 甚至賓州大學 教育大學 UCLA或是伯克萊分校等等 都是每一年跟政府拿了大量的一個研發經費 那政府立向由大學來執行 那我們國人所熟知的一些 這個美國發明的黑科技 像是電腦 Computer Internet的網際網路 還有我們現在的這個行動電話 5G通訊 沒有一個不是政府立向民間引發的 所以美國能夠目前能夠富翁換雨 仰仗是高等教育實力 那當然國人對於四萬大學比較陌生 因為可能第一距離 事實上它是應該說中國西蘭半壁最好的大學之一 也就是所謂的985 還有221工程的雙一流大學 也是中國教育部 它拔尖的一個重點發展大學 那它在理論科學方面 還有應用科學方面都有非常紮實的基礎 所以任正非來這邊開講 這道路是對的 不過剛剛主持人提到這個AI的專利數據 其實在這十年之間 中國方面有三萬八千項 等於是整整美國的一個六倍 那當然有它的意義 不過這意義是有限的 所謂的意義在於說 證明AI產業在中國如同雨後春孫一樣 非常蓬勃的發展 所以各種專利紛紛冒出頭 而且深情登記 但是這些專利終於要業界採納 而且能夠投產 蔡有用 那目前在這方面 應該是美國還是第一 那當然剛剛蔡有員講到 中國在AI方面也是起步早 我們擋個比方 就跟中國最新銳的航空母艦 福建艦是採用電池彈射一樣 因為它如果採用真技彈射 美國人老美在這個領域 製造跟運用幾十年了 你不可能趕上 所以進入一個全新領域 美國領先有限 所以進到AI領域之後呢 美國領先趨勢就比較小了 所以在這個藍海裡面 中國可以好好發揮 那目前我們講 應該是小步快跑前進 美國還在前面 那中國不敢說超車 但是估計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這個並駕齊驅 那我們回頭看我們自己 看看別人現在自己 因為確實GPT所帶領的 這個AI生活應用 變成一個非常普及流行的風潮 那台灣政府在去年10月 我們的中研院 中研研究院也推出一個 繁體中文的大型語言模組 也是類似確實GP一樣 可以用繁體中文來進行問答 結果我第一天就犯車了 因為當時有記者提問 你是誰來創造的 他回答是上海復旦大學的自然語言 處理實驗室 那國家領導人是誰 他回答是習近平 國慶日是10月1號 然後呢 國歌是易永軍進行曲等等 後來才發現我們用了這個模組 裡面的資料庫跟引擎 可能是跟對岸的合作或買的 那在這個AI浪潮裡面 台灣今天能夠要能夠站起來 而且影響世界到底是要競爭還是要合作 我想華為的案例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我們看到這次的任務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特別致電來祝賀 說呢大陸建設了航天強國還有科技強國 又取得了又另外一個非常標誌性的成果 那曾經和強而6號合作的這位是意大利的研究員 他則是認為目前呢登月季的分排上的比分呢 是4比0.5 他說現在呢是由中國大陸領先的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美國的進度了 美國其實最近呢在高科技領域則是頻頻受挫 這個是波音公司的這個太空船 星際飛機經過多年的延遲 再加上發射前他出生了機械電腦故障 兩次喊咖 終於在6月5號正式的將這個星際的飛機送上太空軌道 進行第一次的載人飛行任務了 長河6號突破了航天科技的這個進度 我們看到NASA這一頭卻是有許多的問題 說返回地球日期要延後 美方月球探測現在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雲中老師 事實上剛才借亞史提到正和下西洋 那我們藉由這個歷史啊 其實剛好點出美國現在它這個 為什麼好像被中國反超 就是因為它現在所有本來這個科技活動 或是這樣子一個太空計畫 它被政治干擾 那什麼叫被政治干擾 像我們剛才講說正和下西洋 原先如果正和的團隊 它是往其他方向前進化 可能地理大方向是我們中國大發現 那現在美國它就犯了同樣的問題 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波音的太空船的星際飛機 那個波音的飛機在地球都飛不好了 你看門都這個破了跳下來等等 那但這個時候也不是說朝鮮 因為我們科技是講這個確實的結果 那我回到剛才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美國它被政治干擾很多 因為事實上當初的美國人登月的時候 其實首先是蘇聯 那時候是蘇聯 蘇聯它首先開發出可以登月的火箭 所以那時候美國人召集了 那後來蘇聯在1990年解體之後 美國人反而就不繼續這個太空計畫 那我們就有一個有趣的比例說 美國好像在做這個太空計畫 它是好像在跑百米 然後呢後面它就 因為沒有對手它就不做了 那我這邊也提供一些這個數據 跟實際的發生的狀況 供來賓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參考 美國在2014年是小布希當總統 那時候他就宣布一個 太空探索計畫的三階段願景 然後05年的時候也推出一個叫星座計畫 一直標榜就說要讓美國太空人重返月球 還要建立基地什麼等等 但後來歐巴馬上台後就把它廢除掉 那到了那個川普 那川普我們知道他講話都會講得很偉大 什麼讓美國再度偉大 他還甚至提出說讓月球再度偉大 那時候他簽署了一個太空政策一號指令 Space Policy Directive 1 要做什麼2017年一上台 他就說要把不但把太空人要 美國太空人送回月球 他還要這個做這個太空站 就是這些各式各樣的計畫 那後來當然就是拜登上台以後 那民主黨他比較關心氣候問 又把這個計畫廢除掉 所以這個本來科學跟經濟的原理也是一樣 你就是不能中間中段也不能跳躍 不能說突發奇想 但事實上美國也不是完全是這樣 因為像我們知道很熟悉的馬斯克 他一直推出這個SpaceX 就是說美國他這種尊重經濟的原理 然後重視科技 他還是在民間是很發達 那比方說這個SpaceX 他之前推出這個 就是傳說所謂興建 那他是可以宣稱說再超過100 雖然後面是失敗了 但是我剛才提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政治掛算 因為政治掛算的話他就會中斷 他就會意識形態 那美國現在為什麼被中國反召 他就是面臨同樣的一個狀況跟問題 是 老師又怎麼看在這個科學研究的方面 中方有怎麼樣的強化跟轉型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說是以整個科技來講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大猜問 那我們還是接續現在這個case 那就是說以大陸最近登月的成績 我用三個特徵形容 就是現在中方 就是大陸他們的科學研究跟發展 他不拖三個特徵 第一個叫務實 第二個他是有步驟了 而且他永遠不放棄 繼續跟世界跟西方取經 這個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當初他們 其實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 在那個1992年前後 那時候其實 就有大陸那邊的科技研究員建議說 在五年後就是1997年的時候 要發射一個火箭 然後呢 帶著一個有中國標誌的鐵的物質 到這個月亮上 然後慶祝97年的香港回歸 就沒有這個報告到了中央就被否決掉 說明很早很早 大陸他就是務實的在看到科學發展 就是不要那種政治掛出來的 拍馬屁那種文化等等 統統不要 那後來他們開始這個長額 這個幾號幾號這樣登月的時候 他們制定了一個非常務實的 分為繞落回三個階段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繞 然後呢 你要讓這個火箭能夠落地 也能夠回來 那在2020年之前呢 我們他們那時候只認為說 我們只要達到在月球採樣的 採回樣本的目標就可以 那事實上現在是2024年 它已經達到了 那如果這樣計算來講 在過去這二十幾年 就像我剛才的行動 大陸它這個有關的科學發展 它不但是務實 而且它也有步驟 而且它不斷地 還是保持一個開放跟國際合作的態度 像人民日報曾經就有刊登過一個相關的文章 它呼籲什麼 比如我剛才提到SpaceX 對不對 那它是美國很強大民間的力量跟優秀人士 那大陸它人民日報官網 它也說我們拜託拜託不要一直 這些你們這些大的互聯網巨頭 不要一直都低頭看這個人民幣 是不是你們抬頭看一下月亮 學學美國人 所以這種種種要素就促成了 因為今天這個成績會說話 而且剛才我講了說這三個特徵 也說明他們這種科學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 它是依循這樣子非常理性的 合理的規律 是好謝謝老師的補充 好關心完整個太空 我們來關心到這產業消息 華為宣布投入16.6億美元在上海 設立研發中心 全力要打造是先進晶片製造的設備 還有EUV曝光機 我們看到就在中國大陸 智力在打造它的國產EUV同時 現在看到這一位來 看到一些半導體傳奇人物 有台積電研發六騎士之一的 林本堅他怎麼評論 他特別說當年他曾經率先研發 193奈米的淨潤式圍影設備的技術 靠著DUV就讓艾斯摩爾帶來了大力多 而且打敗了當時的競爭對手就是日本 時空我們把它拉到今日 他對於中方目前自主發展設備 最後以理路並不悲觀 理由是什麼 我們看到畫面上林本堅怎麼說 他說艾斯摩爾接下來要面對的風險 不是只是說可能會失去中國大陸的市場 導致半導體科技轉緩 他也認為未來如果中國大陸半導體 自行開發出另一套製程設備 是有可能反過來和艾斯摩爾做競爭的 這節我們要來關心到的 是大陸在沒有EUV的狀況之下 能多快實現晶片自主化 還有半導體推手梁夢松 將如何帶領中國大陸實踐 國產晶片自主化的大夢 這位教父他不會擔心中方沒有設備停擺 如何研判華為距離自主的設備 還要多久時間 委員 首先我們談一下林本堅是一個半導體科技界的傳奇人物 他曾經在很早之前寫過一個論文 這個論文是從哪個概念來的 我們只要把一個筷子放到水裡面 你會發現說筷子會折射會彎彎的 而且會放大 這個理論在基礎在於說 光線到了水裡面頗長會縮短 一縮短的話解析度會提高 這個很簡單的物理學原理 他就想到一點說 那我們在做這個半導體晶片的這種屬刻 就是要把線路刻在半導體上面的時候 如果在鏡頭跟晶片中間放上水的話 那會不會使得光線波長的縮短 使得這個解析度提高呢 理論上當然可以 但是他一寫出這個論文大家都嘲笑他 那個叫什麼 叫做白雪公主的夢 可是經過他奔走的話 當然張宗某竟然相信 他跑了十幾年沒有人理他 張宗某相信了 請他回到台灣來 開發靜潤式的圍影技術 然後就找上艾茲摩偶來做機器設備 所以艾茲摩偶今天發達應該感謝林本堅 就是因為這種靜潤式的圍影的技術 再加上利用了德國菜式光學的這種鏡頭 使得原來的光線可以使用到的所謂深紫光 進一步到了極紫光的一個地步 那中國大陸懂不懂這個道理 懂啊怎麼不懂 以前沒有人相信 中國大陸以前每個人都相信 再來就是中國大陸有全世界 從僅次於台灣的DUV的機器 它現場有機器 所以要逆向工程要複製難度就會降低了 你說哎呀美國禁止蔡司 把鏡頭賣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自己來啊 蔡司的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靜潤式的這個機器機台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從DUV要把它復刻出一個艾茲摩偶水平的一個光刻機 難度不高 所以當時美國禁止這個艾茲摩偶賣機器給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跟大陸的看法一樣 大陸三五年都可以追上來 道理就是 你如果完全從一片荒蕪之地去摸手 那當然困難重重啊 你現在是看到說 喔這個原來借大使長成這樣子 我就用3D類印把借大使給一類印出來 大概就是用概念啊 那所以華為投資了這麼多錢下去 應該很快會後來居上 中國大陸的DUV機器我預計三年內一定出現 那至於極齒光啦 EUV啦 它的挑戰是因為有些專利是在美國手上 這是比較囉嗦 所以中國要繞開這個專利去把DUV的光源給製造出來 那這個艾茲摩偶自己講 大概五年吧 所以如果真的中國大陸可以製造機器的話 這個機器會變成麵粉架 成麵粉架 現在DUV一台多少 一億五千萬美金耶 貴得不得了耶 然後EUV更貴 幾乎到3億到4億美金 現在又在漲價 因為什麼 三星也要買 台積電也要買 很多工廠 而且主要是Intel也要買 Intel吹牛說 新的製程配合上最好的光刻機 我可以打敗台積電 當然讓積電為止 還只是口頭上有這種成績而已 那中國大陸一定要靠自己 這個就像說你轟炸機沒有自己做 戰鬥機沒有自己做 航空母艦自己做 太空戰自己做 商業熊想幫忙自己來 中國人不能期待美國有任何善意 他要打壓在這個產業 但是只要中國人一突破的話 那個DUV一台至少會打對折 會很便宜 那很便宜的話 我們的半導體的生產成本就會大幅下降 不要現在跟那個輝打買一個晶片 動不動就好多萬塊了 然後那麼貴了 他成本低得很 所以利潤高得很 就造成現在輝打股票一直漲 我們當然不是說輝打股票不要漲 但是你可以不要賺那麼多 所以讓我們整個人類共享科技發展的生活 所以中國如果在光刻機突破的話 會為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 會讓半導體科技藉拿產生更多的產量 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所有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人陳鳳馨 鳳馨姐 大家好 還有前立委孫大謙委員 大家好 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靜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來關心的是 財經產業上面的消息 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的是 華為的常務董事汪陶 近日他出席了這場活動 是在南京世界半導體大會上 他特別指出說 華為現在推出的這款叫做 深騰910B的AI的晶片 他說訓練的這個大型語言模型的時候 效率是已經可以跟 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 揮答的這款A100來做相比 他的效率可以達到這款晶片的80% 而且他還說 在特定的一些測試性能上 甚至超越揮答同款 剛剛講的這個A100的超越 幅度達到他的20%左右 那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現在包括了在中國大陸 他的知名企業 包括了揮答 還有騰訊的部分 這些企業的中國企業龍頭 也購買了深騰910B的晶片 將會用在會議等等的任務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大陸的這些科技巨頭 都轉向採購國產AI晶片了 價格面應用面似乎都越來越有競爭力 不過晶片能不能普及化也是一門學問 接下來深騰910B晶片有望在市場 搭出一條血路嗎 韋渊怎麼看 事實上了解AI發展的朋友就知道 其實對AI來講 就AI的發展就可以代表未來的國力 那麼AI的發展裡頭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支柱 第一個支柱是算力 第二個支柱是電力 第三個支柱是資訊 這三樣東西決定了未來的這個 所有的AI的基礎模型訓練的這個速度 跟它的這個功能 那麼因此基於這樣的一個考量 在算力上 在這個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大圓模型 或者這些基礎模型 它的運算方式都是簡單的 大量的 同步的 平行的 因此各位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兩年 灰達忽然走紅 在兩年前為什麼講AI的時候 大家並不見得這麼重視所謂的GPU 就是因為在這兩年來 我們的基礎模型有了很大的轉變 現在的基礎模型是以變換器模型為主 這樣的一個模型 它的運算的模式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它需要同時進行大量簡單 重複的運算 而GPU可以達到這一點 雖然功能上 CPU比GPU強 可是因為GPU做的是簡易大量重複的工作 這就是為什麼從去年生成式 AI開始走紅之後 GPU的需求量開始大幅的提升 那麼NVIDIA它推出來現在在市場上 最受大家重視的兩款GPU 當然第一款就是所謂的H100 那麼H100的價格相當的高 以8張H100所組成的伺服器 它要價可能要50萬美金 那麼你再以8張H100所做出來的 稍微次規的這個伺服器 它也要40萬美金 那麼但是H100現在是市場上大家最搶手的 因為H100的計算能力非常強 它的運算速度非常的快 我只講一點就大家就知道說 現在H100的狀況 H100這個GPU目前為止 光是OpenAI 它準備要訓練它的這個 GPT5的這個大模型的時候 它就預計要花3萬片到5萬片 GPU H100 那麼光是今年我們在市場上看到的 這個H100流向最大的兩家科技巨頭 一家就是Meta 一家就是Microsoft 他們每一家都買了15萬片的H100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在發展大語言模型或者是基礎模型的時候 H100成為市場上最搶手的這個GPU的一個選擇 但是A100雖然比H100稍微弱一點點 但是A100它一樣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功能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Meta Meta的手上現在它的主力就是A100 它有2100萬張的A100的GPU Tesla手上有7000張A100的GPU 它正在發展它的這個AI自駕的功能 所以你說A100在性能上沒有辦法比上H100 但是至少A100目前為止在這個訓練大語言模型上 它還能夠發揮功能 那我就知道為什麼要講A100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對標上的 我們剛才講到的深騰910B 它現在是以A100來做一個比較的對象 它特殊的這個任務上 它的性能可以領先A100大概20% 但是它基本的訓練上它大概是可以達到A100的8成左右 所以這對中國大陸來說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中國大陸投入這個AI GPU的發展 大概也是這兩年的事情 因為美國對它發動了科技戰 對它進行了科技圍堵 它才改變策略自行來設計跟生產 光是這兩年的時間 還不到的時間 它就可以把這個AI的GPU 拉到跟A100差不多的等級 那麼接下來呢 接下來它恐怕就極有可能 也相當有機會 它超越了A100 甚至往更高規格的這個GPU來發展 這就是為什麼在前幾個月 黃仁勳這個Jason黃 在接受西方媒體專訪的時候 那時候媒體在問他 他說你擔不擔心這個NVIDIA 未來有很多挑戰跟競爭的對手 黃仁勳在那個問題的回答裡頭 他只重視一個公司 就是中國的華為 他強調說中國大陸的華為 極有可能是他一個很潛在 這個潛在的巨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因為如果現在美國 持續要限制這個AI晶片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那你無疑就是逼著中國大陸 自行來研發這個GPU的晶片 就AI晶片 那這種情況之下 NVIDIA不但失去了 龐大的中國大陸的 AI晶片的市場 同時他也變向了 培植了他更大的一個 這個競爭對手 就是華為 因為當華為 接下了這樣的一個任務 準備來自行研發跟生產的時候 那麼將來華為 就會變成世界上 跟NVIDIA 具有競爭能力的一個廠商 好 連黃仁勳都說 他只擔心這個 中國大陸的華為這家廠商 接下來他在中國大陸的接受度 會不會越來越嚴峻 鳳欣姐如何看 事實上它的營收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 已經看到明顯的下滑了 從去年的第四季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幾 到現在最新的數字大概百分之十七 那這個下滑 背後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它被拜登政府要求降龜之後 那你降龜之後 我們剛剛講說要對焦的是A100 而不能夠再去對焦H100 因為事實上這個H100 是不可能賣給中國大陸的 所以中國大陸 你能夠買到的就是A100 那如果你去對焦A100來看的話 華為現在自主的這一個晶片 其實差距已經非常非常的小 那當然這個按照汪濤的說法 有部分特定的功能 甚至於超越 有人認為呢 差距大概是在半年 有的人比較悲觀一點 認為可能差距在兩年之內 但是不管是半年或兩年之內 它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不確定性 就這個NVIDIA什麼時候 可能會因為它的這一個A100 太過受歡迎 在中國大陸太過受歡迎 拜登也許又會寄出一個 新的一個再降龜 對不對 因為中國大陸只要稍微有進展 它那個地方就要寄出新的禁令 所以對大陸的廠商來說 他們現在呢 也刻意的希望扶植自己的晶片 因為它不能夠永遠被回答 重要的不是回答公司 它不能被拜登政府一直卡著脖子 所以呢它如果扶植了國產 它就不用擔心未來的制裁 這就是為什麼不管是騰訊啦 百度啦 他們會高調的宣布說 他們要選擇的是 華為的這個升騰910的B 這個這個機片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們希望藉由跟生產晶片的華為 一起相互合作一起進步 這一點其實確實是NVIDIA最擔心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去年5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這個金融時報有專訪黃仁勳 黃仁勳當時就說 我們不能失去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因為全世界很多地方 製造生產晶片的地方 理論上我們都可以找得到替代的地方 只有中國市場是找不到替代品 找不到替代的區域 那這個背後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意義是這樣子 其實在人工智慧的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設計出來的晶片很有效 這是一回事 但我的客戶他可能 特定需要什麼樣子的需求 其實是要相互溝通的 所有的半導體或者是 人工智慧電子 它的進展通通都是相互合作 打磨出來的進步 而不是說 我自己在家裡頭鑽研鑽研 然後我就進步了 不會 沒有跟客戶相互溝通 那中國大陸其實很擅長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AI的運用 運用到生活場景 運用到可能是軍用的場景 可能是在商用的場景 也可能是在工程用的場景 乃至於自駕車的場景 就它有多元的場景的 直接的市場的運用 那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跟晶片的製造商 我相信華為現在跟他們就是 工程師對工程師 一直在探討那個過程當中 要怎麼樣去修改這個設計 然後接著往前進步 可是NVIDIA失去了這些客戶 其實也失去了一批工程師 協助他打磨前進的力量 所以他會有多重的損失 短期來看的話 那只是中國大陸的市場的損失 對他們來講他們可能會覺得還OK 因為究竟他現在的這個 所有的晶片都是搶翻天了 所以他並不在乎這個市場的 短期的損失 他真正在乎的是 我損失的這些客戶可以幫助我進步 然後還有我損失了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未來有足夠的規模 可以讓這樣子的晶片出現 你現在超微可能沒辦法跟我競爭 但對不起 華為在這樣的市場的規模之下 他是有機會藉由規模經濟 達到來跟我競爭的 這樣子的可能性 然後第三個是 那我不是白白訓練了一個競爭對手嗎 我讓一個競爭對手憑空出現 過去如果說我沒有這些禁令的話 中國大陸我老實說 過去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之所以發展的不上不下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哎呀國產的好像感覺上都有很多問題 我何必一定要去支持國產的呢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為什麼不用海外的 可是當你因為科技在 而無法使用海外的晶片的時候 你逼迫大陸的所有的廠商 都必須要扶持自己的晶片 扶持自己的設備儀器 你就讓這一些最先進的製造者 全部都憑空出現了未來競爭者 這個未來到底要花多久時間 我們現在沒辦法預估 沒錯 可是我可以說的是 現在有共識的事情 不管是美國半導體協會 艾斯摩爾 輝達 他們都有口徑一致的說 這一個競爭者一定會出現 因為現在看起來 他們的速度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快 是好短期內我們可以看到 回答他要擔心的這個市場的部分 其實是相對比較小的短期之內 但是長期來看 鳳鑫姐幫我們講得很清楚 研發的能量 未來跟中國大陸的這些人才 半導體的工程師合作了 這些研發能量就會因此而降低 我們持續要來關心的是另外一款 同樣可以跟華為來對焦的晶片 回答來對焦的華為晶片 還有哪一款 現在大陸的半導體業的盛傳說 華為已經決定了在今年9月份 要來推出升級版的這個AI晶片 這一款叫做910C 比剛剛說的910B在升級 然後會用7奈米來做 那說這個會對標的是 剛剛我們要特別聊的就是 徽達H200 好請教張靖老師您如何看機會挑戰 我想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中國大陸的晶片的產製 分散在各個不同的這個業者 但是大家普遍的公司 都希望他們能夠建構穩定性的商員 而且要增加產品的可高度 為什麼呢 因為你穩住這個市場的供應鏈的關係 的話未來要持續更新換代 那些那就是等於說 你這個顧客是要跑不掉的 但是這個人家其實講說 美國對它禁止輸出 也等於是在變相保護 這個中國大陸的自己本土產業 因為原來你沒有 今天沒有自私死地 它怎麼會厚身 所以人家就講你封了你自己的人間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你開放你的人進去 事實上就讓人家就是依賴你的產業 你等於把鱷魚給放進去了 你先把自己這些 這些兇悍的業者擋住 那你不是等於說在幫助 他們本土業者的生存 但是蠻重要一點的話 就是說中國大陸對於剛才 因為我要呼應一下大千 大千剛才有講說 這個在人工智慧之中 這個就是算力 然後電力 還有它的這個本身的資料庫這裡頭 但是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的話 中國大陸對於這個人工智慧這個產業之中 它算力之外呢 它更強調演算法的研發 它其實投注了很多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出來開花結果 另外一個呢 它非常熱衷於去建構數據庫 因為中國大陸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 它去建立這些數據庫相關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對它有利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它有 你可以去正面看待的話 就是說這個機會是很多 但是挑戰也確實不少 但是總而言之 這個一個錯誤的策略 這往往會反而幫中國 中國大陸建立一個更有效率 而且更對它有利發展的商機 所以中國大陸稱 這個拜登為拜振華 也還真是有點道理 是 好 謝謝張青老師的補充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陸建 全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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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觀點